这道考题要考台湾附近的海流流况 然后在冬季状况时 对于台湾迎进海面温度的影响 那如果是以冬季来说的话 我们要熟记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台湾主要的洋流 黑潮主流 那对于台湾而言 会造成我们台湾附近的海水 在东侧部分跟同纬度比起来 都会显得比较高温 那尤其在冬季的时候 虽然有一部分的支流 会沿台湾海峡北上 但有一部分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有偏着的状况发生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的话 北方在冬季受东北季风影响 中国引烂流这个冷流 南下 所以以这四个点来说 最低温的应该是在甲 相对海面的温度最低 因为它直接受到中国引烂流冷流影响 那相对来说 以受到影响少一点点 但是也会比甲来的高 可是比饼来的低 所以如果我们以海温来说 最暖的跟最冷的 应该会分别出现在甲跟饼 那我们如果掌握这个要领 甲是最低温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用消去法 先把不合理的先予以消除 先予以消除 那就剩下ABC这三个可以 我们从甲的分布 因为甲直接受到中国人很多影响 应该是最冷的 那我们再透过ABC这三个选项 来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 饼最高的是B比较合适 那至少饼不可能比以来的低 饼不可能比以来的低 那如果我们不是很确定 黑草主流流金的位置 那至少应该可以理解到 我们可以忽略钉的部分 但至少在台湾附近的温度的分布 应该可以比较出来 好 这是我们这道考题的说明